特朗普为什么认为说 你们知道特朗普的立场吗 对不对 特朗普就说什么气候变迁 Global War 你们狗死蛋 都骗人了 就是有一些阴谋者 故意搞出一些理论 要怎么办 要压制我们资本家 不要让我们开工厂 不要让我们赚钱 是吧 特朗普的这个理由 特朗普他不相信Climate Change 也是有他的理由 因为你去看老师给你那个 这个书目都有 就是说都有在辩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科学家 人类的科学家 对于这个地球的气温的变化的统计 事实上是只有200年的历史 你懂什么 你用这个200年的历史的气温变化 就像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股票的那个变化 你用这个200年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 你就来讲说 以后整个世界就是会这样子 可是他就会讲说 你如果去看过那种 所谓的股票基金的那个图表 就知道 你看了是几个业内的话 好像变化很大 可是如果是 你把它弄了年 比如说我们从1980年到2020年来看 哎呦拜托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 对不对 所以川普跟他支持他 也有科学家是反对气温变现讲法的 就是这些人他们跟川普的讲法一样 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这个只有200年的 这一个所谓的统计资料就 就认为说我们整个人类的宇宙地球 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不见得 不见得是这样子 懂不懂 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相不相信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因为真的是 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学问太多了 而且各种的正反意见太多了 你要自己去明辨 明辨 明辨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就是可以 可以在众多不同的讲法 邪说理论当中去做抉择的人 叫Internetual Intern 就是什么什么之间 Lect 选择 然后再来顺便教你这个 extreme weapon 极端性的气候 极端性的气候 极端性的气候怎么办 暴雪 还有这个肝害 还有这个防灾 一大堆问题都来 那你们有背过这个 有Ninio 这个圣音现象 这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这个是英文的L 可是这个是男生 这个是英文的L 可是女生 这叫做圣音 Ninio 上面加个这个 这个就是鼻音 N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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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圣音现象 圣音现象就是 每隔四五年 因为这个所谓的温制效益的问题 造成什么 造成就是说 东太平洋 这边的洋流 温度怎么办 会上升 有点温度会上升 那如果是这个女圣音 女圣音现象 那怎么办 就是什么 这边的洋流 温度怎么办 会下降 就是不正常 你不正常的话 就开始 就会引起各种的 这个气候的变迁 变迁 变迁 那你说旗盖 为什么要用这个圣音 因为这种现象 通常每四年五年 就发生在这个 圣诞节前后 那一段时间 所以他就用这个圣音 耶稣基督人 耶稣 这叫做男圣音 这叫女圣音 气象形象 他把它发生叫做 反圣音现象 圣音现象 就是太平洋 东边的洋流 温度变高 这个就把它变低 变低 然后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有分男性跟女性 那你看这个 一倍一倍 对啊 Puerto Rico 你看这个欧欧 这就是rich port 富庶的港口 阳性的名词 阳性的形容词 那有个国家叫Costa Rica 就是rich coast 富庶的海岸 阴性的名词 阴性的形容词 然后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一个 当初 从欧洲来的殖民者 只有东边的13州 整个这一个大部分 都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后来是变成墨西哥的 西班牙人变成墨西哥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地名 都是西班牙人 譬如说你们应该有听过吧 Santa Fe Santa Fe Santa Fe 就是西班牙文的 Saint Fe 神圣的信仰 你们应该有听过吧 Santa Cruz 有没有 Santa Cruz 不是有一个机构在卖有机产品 Santa Cruz 对啊 Santa Cruz Santa Cruz Saint Cruz 圣十字架 加州不是有个城 有个城市叫Saint Jose Saint Jose Saint Jose 圣耶圣 你知道奇怪 为什么这个Porto Rico的首府 叫做Saint Juan Saint Juan就是Saint John 对不对 你知道奇怪啊 美国这个地方 有个城市叫做Santiago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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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Jaco 圣雅各 有没有 懂不懂啊 是这样来的嘛 所以 那 Colorado Colorado是遥和的 也是一个州 Rio Colorado Rio Rio 阳性 Colorado Color 颜色 Rado 红色 所以 其实 Colorado 应该叫什么 鸿河 红河 懂不懂吗 就像是一个 美国跟墨西哥边界 这边有一条河 叫做 Rio Glond 我们就把它换成格兰德河 不对啊 那叫做大河 Glond是大河 那是 市值 你 有没有 那是 你 那是